苗栗縣造橋鄉民不滿縣府 核准昆魚事業廢棄物 掩埋廠試營運 封路 尾廠抗爭 已經長達六十天 連前縣長劉振宏也持續聲援 苗栗縣長徐耀長今天就宣布 終止昆魚的試營運計畫 昆魚自救會就表示 掩埋廠臨近龍生湖 而湖水是周邊農田的灌溉用水 若是掩埋廠不測 污染的疑慮會永遠存在 苗栗縣長徐耀昌召開記者會 親自宣布終止昆魚掩埋廠 試營運許可 消息傳回當地民眾都相當開心 不過抗爭現場仍不敢鬆懈 要等到收到正式公文才會撤離 昆魚公司在造橋鄉隆生村 設置以及事業廢棄物掩埋廠 苗栗縣府去年底核准市營運90天 不過地方居民強烈反彈 在廠區大門口封入圍廠 至今已經60天 前縣長劉振鴻也持續聲援 對於縣府終止市營運許可 他表示肯定 雖然市營運被終止 但事業廢棄物掩埋廠設置許可仍有效 苗栗縣環保局表示 未來昆魚仍可再申請市營運 自舊會認為 如果縣府不廢止許可 問題將無法得到徹底解決 包括土地的變更 還有這個環貧的 他規避環貧的問題等等 有很多瑕疵 還有因為他這個設施 已經20年前做的 不符合現代的規定等等 所以鄉親很多疑慮 包括兩任縣長 他認為這個有很多疑慮 所以不給他允許 所以自舊會這邊努力的方向 就是剛剛我講的 就是要把它廢掉 自舊會會長陳金鑫表示 掩埋廠鄰近龍生湖 湖水是周邊農田的灌溉用水 掩埋廠不測 污染疑慮就會永遠存在 接下來行政訴訟會繼續進行 希望能廢止掩埋廠的設置許可 和新辦事業計畫 而昆魚公司直至晚間結稿 都未有相關回應 記者 秋水培 王龍濤 苗栗報導 我們有幸儀 有幸運的 怖 2 飛行